这块位于金融市中正区调和街与新峰街间的牛丑岭都市计划区 不仅位处东北角观光囊带上 临近调和街转运站 而且是金融市少有面积达29.46公顷的树地 如果能配合周边观光产业囊带需求 非常具有开发潜力 金融市政府预估将投入12亿元 披肩20米主要道路停车场及保留公园绿地等公共设施 不断符合重画区需求 更有机会串联调和街疏解新峰街车流 之前一直在讲新峰街的交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 未来有一个机会八旗重画区开发的同时 可以从这条主要的一个道路 这是20米连接把这边打通连接到新峰街 让新峰街这个地方未来有一个 增加一条往调和街的这个连外的一个道路 可以疏解这个地方交通的一个拥深跟瓶颈 也提供另外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边再讲 区外的新峰街的计划道路批建之后 这边可以串联到调和街 可以疏解新峰街的一个策略 金融市政府地震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循都市计划审议程序 公告公开展览与举办说明会 征求民众意见 推动公办市地重画作业 希望藉由重新调整土地使用方式 配置完善公共设施与导入都市设计理念 吸引民间投入开发 让金融市城市整体发展更加完善 记者张琪藤基隆报道